好 近来国际油价不断的飙升 为了避免冲击国内物价 所以经济部呢 打算要两个阶段 启动多元吸收的机制 当原油价格 升破了每桶100美元 启动第一阶段多元吸收的机制 是由中油跟消费者共同来吸收 如果呢 升破了120美元的时候呢 进一步的启动货物税等机制 由政府中油跟消费者共同来负担 要减缓油价的上涨压力 好 另外来看